纽约市以色列游行将于本周日举行,预计将吸引大批民众以及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政要参加,鉴于巴以冲突风波持续,市警高度戒备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根据活动的主办单位,今年以色列日游行的主题为带他们回家,呼吁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指出今年观众将不会听到音乐、乐团或体验到庆祝的气氛。主办方说,这种基调更符合对以色列人民和犹太人身份的声援,称这是一个团结以及齐亲协力呼吁释放人质的时刻。 据报,预计活动将吸引超过4万人参加,包括以色列和美国政要、名人和人质家属,并有来自以色列、以色列裔的美国人以及犹太学校和社区组织的花车。 专家警告,由于哈马斯等境外恐怖组织持续透过网络,煽动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可能会激发美国本土暴力极端分子发动类似攻击。 但警方说,目前尚无具体的威胁,作为预防措施,将加强安保。 市警局长卡班指,今年警方将封锁第五大道西侧,只允许参与者使用街道的东侧,同时设立安全检查站,并部署反恐小组等专门部队。 他又呼吁参加游行的人士在活动期间保持警惕。 纽约市府周五宣布,将斥资至少2.25亿元为所有公共安全机构建造统一培训设施,以更好的配备资源并减少城市培训空间的冗余。 根据新闻稿,市府计划在位于大雪点的市警察学院内,建作一造新的培训设施大楼,为所有市公共安全机构提供一个共享培训空间。 新大楼预计将于2026年动工,并在2030年完成,而建设资金将包括2021年获批用于为市承教署建造新培训设施的2.25亿元。 因此,新的公共安全学院将包含承教署所需的专业空间,以及灵活的培训空间,以便包括市卫生局警察在内的16个机构,在新设施内进行培训。 据报,新大楼是根据公共安全办公室和市长营运办公室于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该调查发现,统一到公共安全培训中心将能够更好的分配资源,并减少城市培训空间的冗余。 市长亚当斯说,今天宣布建立的纽约市首个公共安全学院,不仅将满足每个有助于兑现公共安全承诺机构的需求,还将增强保护市民和游客的能力。 纽约州长霍楚周四提出反科技措施,呼吁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智慧型手机。 这是纽约州官员针对儿童网络安全的一个最新举措,但具体细节有待公布。 州长霍楚计划在2025年1月的立法会议上推出智慧手机禁令,但有关禁令细节有待公布。 霍楚说,网络让人上瘾的演算法吸引了年轻人,完全隔绝了他们社交互动和正常课堂的活动。 州府与多方组织、家长代表、学校沟通后,更加坚定了智慧手机禁令的推动。 法案如果通过,学生将被允许携带无法上网,但能够发送简讯的简单功能手机。 有学生表示,如果没有智慧型手机,部分作业可能无法完成,或是否允许在校园内带手机只是不允许使用。 除了智慧型手机的法案外,霍楚还在推动两个其他相关法案。 一个是停止对儿童使用上瘾资讯法案,主要针对演算法资讯流。 这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向未成年人提供预设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提要,该提要由他们选择关注的账户组成,而不是由演算法建议的账户组成。 该法案还要求家长拥有更广泛的控制权,例如阻止访问夜间通知的能力等。 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违反规定的公司每次将面临5000元罚款,家长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曼哈顿时报广场周四发生持刀伤人案,三名男子持刀砍伤一名男子的双腿,目前无生命危险。 警方已逮捕三名嫌疑人,相信案件涉及地盘争夺纠纷。 案发在当天下午1点左右,受害者在曼哈顿西45街交百老汇大道处的麦当劳餐厅外,被人砍伤双腿,随后被送至中城的表为医院,目前生命危险。 事发后,警方在附近的第六大道交第五大道路段逮捕三名男子。 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嫌犯和受害者互相认识,相信是由于广场商贩互相争夺地盘发生了纠纷所致,案件中没有其他受害者。 有目击者说,嫌犯使用开山刀犯案,不过警方在案发现场并未发现凶器,受害人及三名嫌犯的身份也没有公布。 时报广场作为纽约最知名的国际化观光地,但治安状况堪称纽约的缩影。 从今年初以来,时报广场已经发生了多次恶性伤人案件。 一名来自宾州的旅客,5月中旬在时报广场被无端刺伤胸口。 而在1月底到2月,时报广场也连续爆出多起与无证移民有关的案件, 包括群友警察、抢劫店铺、向游客开枪,以及在斗污中刺伤一名少年等。